美國宇航員杜格拉斯·赫爾利和鮑伯本肯 乘坐的由私人公司SpaceX建造的太空艙 星期日與國際太空站對接後 太空站上的宇航員對他們表示歡迎 美國宇航員克里斯托弗、卡西迪 和俄羅斯宇航員 阿塔托利·斯曼尼辛和伊曼·雅格納 在赫爾利和本肯登上太空站時 與他們的新夥伴握手 宇航員克里斯說 他對人龍號太空艙的表現非常滿意 這個太空艙從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各星空不到一天 就將他們帶到了空間站 人龍號搭在SpaceX火箭進入軌道 這是一艘商業製造的航天器 這是宇航員首次乘坐非政府機構建造的飛船進入太空 赫爾利和本肯終會在太空站停留三個月 參加一些科學實驗 N selection 友説 ainda很棒 可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